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关于施肥的话题 肥料是植物中生长必不可少的元素 缺肥,棚颈生长变反,康性减弱 肥效过大,产生肥害,严重时造成棚颈的枯萎 如何把握棚颈的施肥度,关键是方法 对棚颈的施肥是按需补充,而不是在棚中长期的储存 有些朋友在养肤下肠庄,或者是放棚中 藏入肥效性过大的土,或者是直接藏肥 这种将肥直接储存在棚中的方法 是造成棚颈死亡最直接的原因 在肥腹朋友们评论中 有很多是关于孕土不当产生肥害,导致棚颈枯萎的 这里有一个概念 种植或者是放棚,棚颈的根系吸收养分的能力减弱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什么新棚老棚之风 重新上棚,根系要重新生长,恢复吸收能力 产生肥害,会加速棚颈枯萎 肥害产生的原因是土壤中的肥消过重 引起棚颈水分的反渗透 造成棚颈的根系和枝干脱水 我们常说的棚颈死肥过重出现烧根的现象 实际上就是这种水分反渗透引起的 棚颈的肥害出现 最初期的表现就是叶开始卷曲 它的叶间开始出现枯坊 出现肥害最初期的处理 就是对棚土仿佛进行浇水 像这样 对棚土浇水从底口流出来 把棚中的肥料进行稀释 处理完之后 我们要把棚颈放到阴阳的地方 我在前面的视频仿佛提到 棚颈硬土收松透气的速度为好 切记不可在棚中畅肥 棚颈的施肥正确方法 是按棚颈在伸展中的需求进行补充 棚颈养肤不同于重庄稼 棚颈主要是观赏 除了少数瓜果内的棚颈 需要补充零肥 大部分是以荡肥为主 加以补充极少数的甲肥 最好的肥是经过发酵泡子的腌肥 以防肥为最佳 这是用菜饼加牛村亚铁泡子的 盖上开个孔 把气体释放出来 经过半年 就是一个六月天就可以使用 施肥要采用薄肥青丝的方法 不可施浓肥和生肥 我们在浇水的过程中 参与少量的肥水 每年4月份 都可以进行补充 防肥主要是含氮 同时防肥也可以 对盆土进行酸性的补充 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 还有一种是表面固体肥的方法 采用肥 我这里买来的是洋粉蛋 经过发酵晒干 把它撕在盆的表面 可以起到反射的效果 发酵好的积粪也可以按照这个方法试用 使用量像这种盆 一小爪就可以了 施肥是整个盆景伸展中不可或缺的 但必须预计盆景的速性 和伸展的状况灵活进行 掌握好盆景的伸展规律 才能养福好盆景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见